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 先看计数器 然后再变成小时钟 这两个其实大致上是 一个 然后我们可以 拉一个Label 拉一个Label出来 然后呢 程式其实不难 问题是你要懂得 怎么控制一个叫Timer Timer 那这个Timer 在我们的工具列里面 就有了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怎么用这个 技术器 那我首先呢 当然还是要先新建一个专案 这个专案 我们还是选Windows Phone的专案 好 那 这个专案大致上 呃 框专案键出来 那键出来之后呢 这边我们先拉一个Label出来 拉一个Label 就是标记 那Label可以用来 让你显示文字嘛 那我们今天希望说 我显示的文字 不要太小 所以我设一下它的Font Font 这里 这里是9点 那我把它设成 20点 OK 那我觉得 新细名题不好看 就设成标凯体 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标记 就设好了 但是我希望改一下它的名称 这个 我叫做 Label Timer Timer 好 计时器 那LabelTimer 那里面呢 这边 我们 我们一开始给它个东西吧 给什么呢 叫Label1 好像怪怪的 这个应该叫 就 时间 好 好 计时 还有 输入法 怪怪的 好 就叫计时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程式当然是不会动的 所以我们执行一下 好 那当然是 不会有变化 好 那 我们 希望说它可以自动计时 当然不是我们用按钮按 所以呢 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元件 好 这个元件呢 我们把这个所有Ctrl稍微拉下来一下 好 这边 有一个很像 闹钟的东西 好 这个很像闹钟的东西 这个很像闹钟的东西 就是计时器 你把它拉进来 你会发现我看不到它 但是 在下面有 OK 那这个很像闹钟的东西 就是Timer 喔 计时器 那因为我只会有一个 所以我就叫做Timer就好了 好 就给它的名字 就叫Timer 那这里有个Interval Interval的意思是说 这个计时器每 多久 要中断一次你的程式 那这里有一点中断的概念 就是它每隔 多少毫秒 这里的单位是毫秒 它说每毫秒 发生Elast 事件的频率 那在这里我们就用100毫秒 100毫秒的话大概就是0.1秒 OK 那如果是1000毫秒 就会是1秒 OK 那所以我现在设成 设成100 那在这里 闪电 这个是事件 事件的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叫Tick的函数 那其他的像Label都有Click之类的这种很多各式各样的事件 这个计时器只有一个事件 就是Tick 那我们把这个Tick的函数呢 点两下 你会发现它跑出来说 OK 现在有一个叫TimerTick 好 那我先做一个计数器就好 也就是说跟时间无关的 那我们做一个计数器 所以我在这边宣告一个Counter等于0 OK 这是我们的计数从0开始数 OK 那每次呢 Tick发生也就是说每0.1秒的时候 那我就让它Counter加1 好 那Counter加了1之后呢 我希望说它可以显示在刚刚那个Label上面 所以我让Label.test LabelTimer.test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Counter 但是呢 要转型态 如果我们不想转型态 其实也可以 我就强制把它跟字串相加 这样也是一个办法 当然你强制字串相加 你也可以甚至在前面再加一些字 好 那我比如说我就 就加计数 好 就这样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没有动 好 为什么没有动呢 好 因为 在这里 它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 叫做Enable 就是 就是 它是不是 运作中 那Enable 启动 就是 智能 通常 如果你是学电子的 它们叫智能 就是 让这个东西能够 动作 好 那我如果把这个东西呢 设成True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你会看到它属了 好 我设成True 它属了 好 那 可是 这样有点 怪怪的 对 这技术 技术器就是 城市一开始 它就一直属 然后呢 也停不下来 OK 那如果今天要做的是一个 马表 不应该是这样 对 好 马表 至少要能按下去 开始 按下去 停吧 对 好 那我们改做一个马表 所以呢 这时候我需要 什么呢 我需要 几个按钮 好 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停 好 那我就 来 加 几个按钮 好 一样我大小给它设20 拉大一点 好 那 这个叫做ButtonStart 好 ButtonStart 那 它这边 显示的文字 我就显示 开始 好 开始 那这字有点大 这样有点丑 没关系 好 好 那 在 那你可以调整它的字型 细名题觉得不好 的话 一样调成标改题 好 排版有点乱 那这个看起来是太大了 所以呢 16 16 就好了 好 ok 调好了 我按Ctrl C Ctrl V 再复制一个 好 那这个当然就是要做结束 所以我把它的名字也改一下 好 stop 结束 那这边呢 显示的地方 当然就要显示 停止 或结束 停止 好 那我们开始和停止都有了 好 这时候呢 我当然这样执行 它还是一开始就在跑 我希望按下去才跑 所以我不能够一开始就把这个东西的Enable设置 不能一开始就把Timer的Enable设起来 所以我先把Timer的Enable先改回False ok 改回False 然后在这里呢 当我开始的按钮按下去的时候 Enable Timer的Enable 我才把它设成True ok 那当我呢 按钮 按钮 停止按钮 按下去的时候 好 这个E要大写 或者它会找不到 好 这个C Sharp 这个语言呢 是大小写 有区分的 那C语言也是大小写 有区分的 有些语言是大小写 没区分的 好 那这边要注意大小写 好 那这样子我们建置OK了 那开始执行 好 那现在OK 这个计时 好 开始 好 然后呢 停止 OK 再开始 再停止 好 好 那这样 大致上 这是一个很阳村的计时器 那我是觉得 好像这个前面加个计数有点多余 所以其实这个删掉好了 好 那这边呢 一开始呢 我就给它个0就好了 好 这样感觉不会很突兀 好 好 一开始就是0 好 好 哦 建置错误 来看一下 好 因为形态的问题 好 有没有看到 因为我把整数丢给字串 好 那 我就加一个空字串好了 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好 那就开始数 然后停止 再开始 好 再停止 OK 好 那这样就是一个很阳村的 很阳村的 呃 马表 好 那各位来试试看 这一个练习的主要目的 是让各位会使用这个timers 好 那这个他们在 呃 视窗程式里面 呃 某些需要他自己动作的地方 会很有用 好 所以请大家 就跟我一样 做个马表 好 先做个马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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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